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据称其准确度高达90% 这项系统不但能够扫描出每个人的身形和脸部的特征 还能将扫描的画面与资料库的数据做比对 而且这个系统还能够辨识公民是否有卫装 或是刻意背对镜头 根据新闻网页Cnet 报导 这个AI闭露电视摄影机 已经被中国当局用来追捕逃犯 根据中国线上新闻 《好奇新日报》报导 中国计划截至2020年为止 要装设超过6亿台AI闭露监视摄影机 中国在稍早之前 也发表了装有脸部辨识系统的智慧眼镜 能够帮助警察追捕嫌犯 脸部辨识技术还被用来装设在中国某些学校 为了要知道学生上课时有多认真或多无聊 这些全部都是为了中国预计 要强制执行的计划而设 这项社会信用系统 预计将在2020年全面执行